我立刻爆炸 我立刻要嘶吼 我立刻要叫 我立刻要拿出手機出來拍 我把事情鬧大 愛你 沒想到被這麼小的小鮮肉求婚有一點嚇到 以前小時候是蠻希望可以找婚找生 但我已經錯過那個年紀之後 發現我還是全力投入在事業 這種感情的事還是順情自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嗎 目前好像還沒有這個計畫 因為就是想說全力專注衝刺液這樣子 第一次被求婚的心情如何 沒想到被這麼小的小鮮肉求婚有點嚇到 會不會擔心他的安危 因為香粉會暴動 不會啦 香粉都非常喜歡我直直 所以每次看到我PO IGPO他的動態都會關心我說 欸 他最近又長大了 他又會講話了 所以他們是非常喜歡小直直的 你可以直接想說大概什麼時候 以前家裡也好 以前幻想過 以前小時候是蠻希望可以早婚早生 但我已經錯過那年紀之後呢 發現我還是全力投入在事業 這種感情的事還是順其自然好了 那有幻想過你的求婚場景嗎 說在家裡的那種小兩口 還是說會這樣很多朋友這樣面積 蛤 我自己其實喜歡低調一點欸 其實我就是可能家裡說好說 欸 寶貝我們明天去結婚吧 我就會覺得蠻浪漫的 喜歡簡單一點的風格 那最近有開休息的嗎 沒有欸 我都在工作 身邊沒什麼異性有人 那之前有最接近的就是 你覺得好像可以結婚這種對象嗎 最近真的沒有 我的初戀 18歲那一年啦 對 他是 18歲的初戀 讓你那時候覺得說 他好像可以定下來這樣嗎 就是因為那是第一段感情 第一段感情都通常比較單純一點點 都會想要嫁了這樣 對 應該每個就是 每個人初戀都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嫁給對方 之後才發現原來經歷這麼多事情 嗯 那你初戀到底親愛多久 18歲的時候 18歲的時候 對 交往三年 嗯 蠻久的 就我的學生生涯都是他 他現在就是 如果現在他回來抓的話 會想要複合心 欸 我們會被廠商說 欸 怎麼問到感情體了 對對對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這當初有什麼難過啊 我們今天還是 我們要回來珠寶的主題 有機會他們有送你珠寶嗎 有可能是 原來是因為這樣 有可能是 所以有送珠寶有加分 當然是有加分 我自己是一個非常注重儀式感的人 所以通常在一些節慶啊 生日啊 活動上 收到一些小禮物的話 都會比較開心 那黃隊會玩腳奶奶嗎 欸 目前不會 不會不會 最近體力還好嗎 就是活動這麼多 還好 對 伸長 伸強體健的 對 我應該沒有用錯陳語吧 可以可以 但有關係因為珠寶 因為他好像最近有新局 然後還有平衡 然後你們在說 互動好像都蠻好的 是 是 我們今天就是 只能 對 珠寶的話題 我們今天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不好意思 嗯 怎麼樣 像我們喜歡他 我們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我們只能聊珠寶的話題 嗯 哈哈哈 Yahoo Sweet TNNN Ohoh oh oh Sweet TNNNN Woooh BOOM Boom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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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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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boom How i know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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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